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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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還沒交的話 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hk節目月費計劃 再按Enter就不簡單 myradio.hk節目 在互聯網當中 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 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 選擇你喜歡的節目 選擇Facebook直播 Youtube 或者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hk節目 是有最精闢的 insights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 所以給節目月費 是絕對值得的 反常誓態 合縱為息 好 我們回到第二節 我們的節目 其實在過了兩個星期 都一直跟進一個議題 這個議題就是 最新消息 怎麼說呢 叫做一個校園廣獨事件 校園播獨 校園播獨事件 不要緊 總之就是 在中大道寡福 中大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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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沒錯 有看新聞 有緊貼跟進 有報告 不是不是 我節目跟進 不是我跟進 因為我挺驚訝 聽到他們的理由 就是由於不知道 什麼人 是掛在那裏 而且他們 沒有申請 掛在那裏 位置 而 如果你保持著 還是掛在那裏 就於理不合 他有什麼在談判 他跟校方在談判 但是 都說 這樣也是不適合的 所以拿下來才算 原因 他給出的原因 就是 他沒有什麼程序 我看了 他就說 因為沒有人應求 那個Banner 對 沒有人應求Banner 而這個Banner 掛上去的程序 又不適合規矩 也掛了很久 你擁有了位置 其他人 又不可以掛其他東西 然後 就 除了他 他就 中大學生會 就說 不是因為 可能現在在談判 或者是 校方有壓力 才脫下 他就 他就說 純粹是剛剛 上述說的 那些 很 procedural 的原因 才拆 當然 有個說法 就是說 他們跪下了 因為 你們說的理由 不是第一天才發生 那些理由 應該是學校用的 這個應該是學校 用來拆 你的Banner 的時候用 學校不應該說 違反基本法 違法 那些 學校應該就是 為這些安全問題 或者違反 程序來拆 這個應該是學校用來拆Banner 用的原因 如果你用 談判 博弈的角度 來看的話 如果你自己拆的話 與其 你自己因為這些 堂而皇之理由去拆 為什麼你不是 繼續 撐行他 然後等學校 用這些理由去拆 你呢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 他之前兩個星期 在學生會做什麼 他過往兩個星期 撐行他 突然間 我現在就拆了他 那怎樣 就是收夠醜 大和街有Super 我不明白 其實 這個是有點不解 但是他後面 也跟了一句說話 就是 我們不會放棄的 我們會繼續跟進的 不不不不 他說 如果跟校方 爭論程序的問題 如果那個談判破裂了 就會由CUSU 自己親自用他們的名義 掛回香港獨立四個字上去 即是怎樣 即是他們認頭 即是 本來是沒有人認頭的 這幾個字 即是他 哦 如果你這樣說法 就變成是 他想 剔除了校方 排除了校方用這些原因 即是他不想校方用這些 沒有人認頭 或者程序問題 他現在就說 現在呢 我先拿下來 即是他潛台詞 我先拿下來 然後再我認頭 即是你剛才說的那一段 他的資料差錯了 不是 不是 他是先君子後小音 不是 他現在 即是他估計 校方有可能 是用這些原因 即是說 哦 因爲這張Banner無人認頭 或者安全問題 或者沒有跟程序 你拆這張Banner 我現在就拿了他 哦 即是由封後網 現在呢 就用我SU的名字 然後再跟程序 再申請 不不不不不 總之我用完這些 即是這是你想的 還是我想的 你想的 做完所有程序 再掛上去 哦 那校方你就不能用這些原因來拆 高招 即是封了 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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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拆就唯有是用違反基本法 這個原因來拆 就是逼到他 是要將他 到時下位會要報警 上升到一個這樣的層面 好像很厲害 對 那我覺得就 暗黑兵法 我覺得就兩樣都可以 其實你又不需要自己拆 因為 好像剛才你說的 如果你真的想逼他用那個 即是基本法 你可以等他拆掉你的 然後你自己再掛 如果他用這個理由來拆你 然後說不違反程序 拆掉你 那我就跟回程序做 這次你不可以拆 對啊 對啊 那他也很嚴重 我覺得 就暫於一個叫做 抗爭的策略 或者談判的策略 其實這樣做 其實是一種示弱的姿態 令到你自己的 bargaining strip 就好像少了 以及氣勢都弱了 我自己自隊 這本來是一個象徵 即是 即是 他一天都還在 那是一件好事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象徵 我們正在抗爭 你待會拿下來 大家會覺得 對 那是 你拆了兩個星期 天天在那裡睹眼睹鼻 然後 學校又不敢派保安來拆你 你只是想他在那裡 然後那些藍絲 禮拜天無緣無故山長水縣 去中大山城 在那裡搞 但是又耐理不可 那些人甚至是報警察 趕你走 我覺得不拆的好一點 即是比我不拆 我想可能背後有不同的考慮 可能因為你不知道 可能有其他原因 不知道 鬼知道什麼 我又不是中大學生 不知道 但給我 應該不會 我們都是從自己得到的資訊 和那個智力去講 對 智力可能有限 好 那怎麼辦 我覺得就 對 看一件事如何 我覺得這個學生會 即是大學作為一個清傳 他的言論自由是一定要建守的 因為如果你退了這次 那他真的就 就 他有sensor在那裡 你大學都不能說 全香港都不用說 對 我覺得是沒有了一個大學 推動社會變革 或者推動一些新思想出來的本意 就沒有了 這個是因為違反主權 然後我又蓋了他 蓋了他的旗 這樣 有人聯署 即是有個什麼 十個校友 新亞孫 新亞孫 十個校友 聯署要登星島日報 那個聲明 一開始第一句 就是自古以來 香港是中國 不可閹割的一個部分 不可分割的部分 然後就 然後蘋果 好像蘋果訪問他的時候 他說 港獨這些 是無花果來的 即是沒有結果 大家要讀書 學生 你聽著 沒有結果 無花果 你怕不怕得到 好啊 即是怎樣 無花果很好吃 即是 I don't fucking understand 即是 你是想說 沒有結果 這個純粹是那個 他結了那個果 對 那個比喻很搞笑 在聖經裏面 無花果是一件好東西來的 是啊 這個也可以這樣解讀 但是 純粹從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 你又想說沒有結果 但無花果 雖然沒有花 但也可以結到果 即是 這個是好笑的地方 這個就 有些 題外話 智力有些障礙 大家都說 可能你解不到 我們智力有些障礙 可能你解不到 可能一心情意 然後他也有說 他想著Draft的聲明 就說 指過去 現在 及未來 我們都是中國人 是不是 這個厲害 支持大學 反港獨聲明 力撐新亞的院長 黃賴靖 那麼 他引錢穆先師 對了 那麼 他就有引錢穆 還有這個唐君毅 及這個張彼界 熱愛中國文化精神 他說 謹記 要誠明孝奮 以智誠之心 忠和之道 為天地立身 為生命立命 為往性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大哥 那麼喜歡問米 真是問詞目 怎麼想 唐君毅怎麼想 要不需要請徐復冠 謀宗三 即是涼薄 還要拿別人放上台 我發覺近來 我發覺近來 人們很喜歡 模仿這個墳場新聞 訪問死人 或者將自己的想法 塞在死人的嘴裡 那你叫做墳總 問問米 你無緣無故說 我來中國 你有沒有問過前斌四先生 即是說這個花果飄寧根自直 即是你班人 你有沒有問過他們的道統正常 是什麼 是中華民國 有人在中大民主場 貼了一幅 不要忘記什麼 中華民國 你又是中華人 中華民國 很好笑 那個人沒有人撕 是啊 不敢撕 你想想下個月雙十的時候 有些書院還要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然後還要唱這個三民主義不黨所忠 其實我覺得有民國粉可以這樣做 又在民主場 又是貼一些標語 貼一些清潔飯 沒有地紅旗 你貼到 或者掛到一些旗 掛到整個鐘大 然後唱這個 不如說自己 我是這個中華民國的人 看看這班人會有什麼發言 我是中國人 中國人 你同時 這樣做是不夠的 你同時是要攻擊這個共產黨 他不是一個正數這樣才行 你才可以挑動到他們神經 令到他們面對這個議題 純粹諷知中華民國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一定是要批評這個匪國 因為在他們那個 就是民國的那個 民國粉的角度來講 這個中華民共和國是蝕國 就是又要用這個 漢賊不兩立王 你試試這樣用 看看這班傢伙是會說什麼 中大是為中國而立的 就是為中華民國而立 即是再進一步的 你可以玩玩華獨的 你說台灣 即是這個 台灣 還有這個澎湖 那個地方 就是中華民國 慘了 你跟老朋友這樣說 他們就馬上撞車 這樣 這樣 好投入 這樣 搞不定 一下子 這麼多 新的 智力應付不到 新的一個政治的 很多個論述 你知道現在 或者是那個 觀念的時候 即刻就會 炒車 還是要跟習近平說 這個兩岸一架襯 然後 這個 近來這個 柯文哲 在這個 雙城論壇的時候 說回來 兩岸一架一架 這些 那太好了 這些 這些都是 純粹 挑動一下神經 不過我覺得 這個 這個 他打算出的聲明 其實有些 概念上的東西是錯的 一向都錯開 不知道他們是有心錯 還是沒有心錯 不過我覺得 他是真心 都可能真心 首先 自古以來 香港是中國 幫我分割的一步 的領土 這個就已經 批評了很多次 那也都解釋過很多次 那自古以來 是什麼時候呢 是不是 即是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跟我說 就是說 你用 你用 即是說 1000年前 可能不知道什麼 朝代的一個標準 就是說 那證明了 那香港呢 就是 不可以分割的領土了 那因為你現在 我們現在身處在二十一世紀 這個時空 我們 我們那個 那個 國家的觀念 其實 是來自 西方 在十七世紀的那個 Wesfalia Treaty of Wesfalia 以後的 一系列的發展 民族國家 跟著怎樣 民族就是主權 慢慢演變到 然後呢 我們普遍都認為 Nation State 就是現在 一個 作為一個正常的一個 一個 國家 應有的姿態 這樣 即 很多 甚至乎 再進一步就是 國際法的演變 怎樣才是 怎樣 例如領海 經濟那個什麼 領海呢 譬如幾多 二百公里以內 就是你的領海 或者是你的經濟專屬區 怎樣怎樣 那麼我們很多 有理可懼 有理可懼 或者是 大家都認同 為什麼它 為什麼它 是 被認可 就是因為 全世界 大部分 絕大部分 國家 都是 實際執行 也都是 在聯合國 也好 一些國際組織 是去遵守 這件事 認同這件事 那 沒有說不行的 好老老 老老 老老 如果你說 自古以來 香港就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爭取得贏人 就可以了 這個純粹是從一個 國際法 又好 一個叫做 世界觀的秩序 那個角度去說 都好 你爭取得贏人 就可以了 你能夠 面不紅 耳不赤地 跟美國 或者西方國家 說 我是根據這個 大歷史原則 我漢朝 就在這 我元朝 都已經 舔過你俄羅斯 就是這樣的話 你能夠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 令到別人 信服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說 如果不是的話 就很荒謬 就是有些 打飛機的感覺 就是一句總結就是 嗯 但是你在這個 所謂西伐利亞的 主權觀的狀態之下 仍然是 知悉到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那個 民族的 民族建國的思潮 那說到民族建國 又不得不提 就是 下個月一號 會舉行的 加泰龍尼亞的公投 十月一號 剛剛撞正這個 這個 就是 中共的蝕國日 就是 某國 某國 匪國的國慶 所謂的 那當然 當然 那 那些五毛呢 就去留言 他說什麼反對加泰龍尼亞 獨立 哈哈 真的很扒刺 有時候 這個是不得不恥笑的 就是一班 一班根本連 國家公民 即你連國家參與都沒有的一班這樣的奴隸 然後走去跟自由人說 對著自由人 反對 一班自由人 去追求自己的意志的彰顯 或者尋求民族的獨立 你不覺得很可笑 一件事就是 即他是被人鞭撻 然後 哇 你們竟然敢獨立 然後被人 左一邊又一邊 即是被中共左一邊又一邊 那他們 這個是很諷刺的一件事 我是加泰人 心想 什麼了 那是鬼事啊 我獨立那是鬼事啊 講到中共 關於這個獨立公投這件事 就 抽少講的題外話 就是 據說 共青團中央 就在Twitter那裏開了一個 帳戶 是假的 有一個就是假的 但另一個 究竟是真還是假 就不知道 我好像有聽過 因為微博那裏 共青團中央官方的微博 就講到 某一個就是假的 但另一個開新的時候 他就沒有清楚 那裏是真還是假的 而那個網就很好笑了 最近就開了 開了一個公投 昨天的事情 就是香港應否獨立 香港應否獨立 香港應否獨立 然後呢 接近八成的人支持 其實是 有千多人投票的 不不不不 你搞錯 昨天我應該是看到 鬼佬Richard 是分享那一件 說 共青團開了 這個公投 他開Twitter 已經是被人吵 被人吵 已經被人吵 他第一個姿勢 被人吵 他還開過 香港可以獨立公投嗎 這樣的時候 然後他開的時候 還是幾百票 那我都是後他 好像結完圖之後 後他五到十分鐘 分享這個 然後我今早起床 一聲已經五六千票 五六千票這麼多 因為很多香港媒體 我吃過下午飯的時候 已經八九千票 是八十二到三個百分之的人支持香港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因為你知道呢 其實不單止 我想香港的人有獨立的 也有些 海外的華人 他們是很瘋的 在想什麼 不可以說他們瘋 很先進的 很前衛 很前衛 因為他們 他們不是主張 純粹是某個地方獨立的 他們是主張 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徹底分解 要施解 要四分五裂 對 分裂成這個 譬如這個 大粵國 一個叫做 巴蜀成為一個國家 又可以 然後福建江節地區 應該又可以成為一個民族國家 要引用這個毛澤東 當年在一九年 在新華日報那裡的社論 在說這個 中華人要獨立 全中國都要分開獨立 是啊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 我覺得 或者是 有一個分裂的狀態下 現在身處在鄰近地區的人 才 反而 生活的質素 或者作為人的尊嚴 才有可能改善 有時候 我會這樣想 無論如何 那個公投 挺有趣的 所以 回到現實中 真正有個公投的時候 真的很嚴重 就是看到加泰龍尼亞 其實我最近也分享過一些新聞 就是關於加泰的現況 你看到就是巴塞龍尼亞的城市裡面 就是被西班牙的軍警進駐了政府部門 進了九棟的政府大廈 以及四個政府的部門 是拘捕了他們的人 拘捕了市長 十三個官員 至少逮捕了 有一個是經濟部部長 是經濟部部長 拘捕了秘書長 這個自治區經濟事務秘書長 其自治區副主席 雲克拉斯 然後也入了這個 的代理人 的代理人 這個 加泰龍尼亞的執政黨 COP的總部 有去拉人封艇 也有軍警進駐在那裏 嘗試阻止他們 例如公投的時候 就制止他們的運作 而加泰龍尼亞的市鎮的鎮長 他們有九百多個鎮 七百個市長站出來 超過七百五十個鎮長 在之前的一百萬人的 加泰龍尼亞遊行 他們是有出席過的 保自由參加獨立大約行 是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很開心 然後就欺負了 西班牙的憲法法院 寄信給他們 警告他們 你們已經犯法了 你們準備要去籌辦 這個違憲違法的公投 已經犯法了 所以他們犯法 真的有可能是 告他們犯法的 因為他們是政府機構 是嗎 真告他們 就不是香港那種 你違反基本法 就要抓你 因為你搞這個公投 你是違反他們的憲法 那你真是違憲 從我這個國家 這個憲政民主的國家獨立出來 那你當然是違憲 我當然要告你 你這個自治政府 亂用的預算 一些淋淋淋淋淋的東西 譬如說 他會拿了資源來 印宣傳獨立的 海報那些 他查封了150萬份的宣傳物品 就是海報 封了你的印刷廠 和印刷店公司 然後就搜查你的宣傳物件 亦都搜查了加泰隆尼亞新聞 那個編輯室 拿一些來做物證 就證明你是胡亂用 你這個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的錢 就是拿來搞這些獨立公投 你是胡亂用 就是拿了淋淋淋淋淋淋的罪行 去告他們 但是那七百多個市長 我做了去西班牙法院的時候 公民抗命 真的 他是公民抗命 他說我們不作供 因為我知道你是一個不公義的審判 我們說什麼都會死 我們說什麼都會和我扭曲所有事實 所以我是不作供 然後當那些軍警 在先日抓人 和進駐了他們的政府部門之後 加泰隆尼亞是人們上街 對 他們也有反應 即是立即去到場政部門口 大家就聚在那裡 然後大家 在那裡大聲 用加泰隆尼亞的軟毀 就是要選擇 浪馬 浪馬 展示公民社會的力量 又有幾千上萬人出來示威 然後遇到那些軍警 駕著車走來走去的時候 他們就圍著警車不讓他們走 坐著馬路上佔領馬路 舉高手 很和平 暫時就很和平 因為你始終知道 他們走那條路 加泰隆尼亞政府 這次在先幾個月 10月1日要進行公投的時候 他告訴大家 這次是終極的公投 是無論西班牙政府如何去打壓 如何不承認這個公投 說這個是違法違憲的公投 無論聯合國不承認我們 無論歐盟不承認我們 我們照樣公投 公投的結果 如果是獨立的話 48小時之內宣佈獨立 立即建立議會 好像愛爾蘭 我很想去看 你們不想嗎 歷史還是時候 我之前很久之前的節目都說過 我下年有機會會去 下年嗎 下年 我現在突然變成這樣 當然你知道 他在宣佈獨立之後 有一個光州 他說你不能用歐羅 然後你自己發行貨幣 自己發行貨幣會馬上貶值 你一出就貶值三成 那你的GDP就不斷跌 你們就很慘 生活很困苦 又嚇你 其實他上次的公投已經用這招 嚇過你一次 但是不理你 就這樣 我都很期待這個公投 都很想去 不過都沒有機會 今天節目就差不多了 大家繼續留意這個 加太龍的獨立事件 這個國際消息很重要 10月1日 各位再見